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會為大家介紹的那個是Codiaq 然後它有數位儀表 然後它也有車道維持 然後再來呢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就是 它今天安裝的我們的那個 NavyMath的 Skoda專用的安卓介面 那使用安卓介面相信很多車友也大概都知道 因為它出來也一年多了 那它現在出來的是二代 那二代它產品保固兩年 再來呢它一樣使用按鍵就從Menu鍵切過去 那現在的導航都是搭配正版的導航網 所以呢手機熱點就可以更新 那目前我們幫車友所安裝的是上個月的 衛星定位完成 上個月的最新的圖資 那你如果覺得導航聲音過大 我們在語音設定這邊都可以調 這樣就不會那麼大聲了 所以你也可以做這操作 那我們簡單的這樣跟大家講一下 那Skoda的車款到181904的時候 它的AUS會取消 那我們可以透過開隱藏的部分 幫你把AUX的功能開起來 所以我們介面的音源是從AUX配對進去 所以你在安卓介面突然沒有聲音的時候 趕快進來Media這邊 然後Source裡面 然後選擇AUX 它就有聲音了 好 那回去原廠我們就一樣切回去 切回去你的功能 這些都是你的功能 好 這個都沒有 都沒有順了 然後我們再切回去 好 那Play商店也可以 就自己有Google帳號的話 Play商店就可以做下載 就把帳戶整個keykey註冊就好了 那你拿iPhone的車友 你可以透過手機互聯 去做AirPlay鏡像的部分 這邊都可以看到有三種方式 那使用安卓介面 基本上安卓介面的使用的流暢度 一定是比鏡像還要好 那車輛設定的部分呢 這邊都不用動它 這邊都不用它 這都幫你設定好了 那再跟大家講一下 有關於如果 因為我們這個 就像一個安卓平板 今天如果下載了什麼APK 不喜歡它 直接進到 再講一次 從首頁的設定進去 應用管理 直接卸載就好了 嗯 好 那我們再進入最後的部分 剛剛我們介紹過了 那個導航網 那我們現在再介紹一個 就是我們的背景 播放的YouTube 也就是說你播放YouTube 你又可以進去導航網 所以有聲音又有影像 那這個是我們的 你所看到的東西 這樣子 那我們的介面 它在使用上 還算蠻是穩定的 然後你會發現它的畫質 好像比一般的介面還要好 好 那我現在把它回到 我現在要看到 最後最後 所以你就可以一邊看YouTube 一邊有導航 就有看到嗎 好 那我們現在做介紹最後一個部分呢 很多人使用介面就是 莫非就是為了要看電視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亞視 那我們有內建 那你自己用帳號註冊 那如果你有付費 那它是十三個月 那它可以看得非常多 你看喔 它基本上它是可以看八幾代 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們就大致上我們買中熊 那就是小朋友家人 那我們就可以看迪士尼 摸摸台 東森又又台 喔 那你可以 鏡頭可以拉近一點 可以看到它這個畫質 是沒有任何的Lag 灰格都沒有 有 那有些爸爸啊 駕駛男車主 他想要看體育頻道 我們的亞視也有支援體育頻道 政論節目 你想要關心韓國瑜科匹 喔 那台妹蔡英文都可以 喔 這邊都有 來 體育競賽我們就照一下給大家看 喔 這邊都有 好 那看一下政論節目 那我們喔 剛剛我們操作給車友看 車友也覺得說哇 你們這個連HBO也有 所以我們亞視也HBO也有 非常的推薦給車友大家看 這邊都可以 他其實你只要往 把視窗往左 他就跟跟我們在家使用一樣 這就是安卓介面 那如果說 不習慣解黑屏的車友 你還是可以透過這個部分去做操作 那回到原廠就這樣 切回去就好了 OK 那導車顯影也可以用 OK 好 那我們再切回去介面 當你在使用安卓介面的時候 正在打導車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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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